花蓮市長魏嘉賢也在這一次的選戰當中轉戰縣議員 他希望能夠以全新的身份來回到義式殿堂 用六年半的行政歷練經驗來為一場帶來成熟 但不失創新的聲音 也要確實承載每一位花蓮民眾的心聲 一起航向更加幸福的花蓮 以五黨籍身份參選花蓮縣第一選區縣議員的候選人 魏嘉賢五號上午舉辦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現場觀概雲集來自各方的鄉親都到場立體 讓魏嘉賢十分感動他向每一位鄉親承諾 未來會好好利用這六年多來行政經驗 扮演最稱職的監督角色 替大家把關每一分的預算 並且會對建設不足的部分積極向上級單位爭取 在市長即將借馬之後 我回國參選花蓮縣議員 對我來講他是一個挑戰 也是另外一種契機 我會回歸到監督者的角色 來審視哪一筆重要的預算 對於鄉親 對於花蓮 對於花蓮市 我們都會努力把它做好 也希望給縣府更多的想法跟建議 讓花蓮有不一樣的新的觀光領域跟新的發展 也希望各個鄉鎮能夠共存共榮 我想在過去幾年來 我們把新興路的拓寬工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們在佐倉公園 公務遍公園 也是一個艱鉅的任務 在親子公園的部分我們率先其他鄉鎮來做 在城市外交的部分我們在這幾年把城市外交的方向確定好 未來整個城市外交要努力的前進的動力 而這次為候選人披掛彩帶的儀式特別溫馨 魏嘉賢的妻子親自為丈夫披上候選人彩帶 魏嘉賢的兩位寶貝女兒也到台上為市長爸爸 吃下象徵包粽的包子跟粽子 壓軸則是由花蓮市政資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鍾文青獻上好彩頭來加油打氣 隨後一家人也緊握高舉彼此的雙手高喊 魏嘉賢 動蒜 現場氣氛熱鬧與溫馨 記者連結花蓮市採訪報導 魏嘉賢 動蒜 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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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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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蒜